其实看到这个美国的选举似曾相识 我们台湾的这个选举在民党起见 你看看坐票疑云 枪击案 然后这个民主跟民粹搞不太清楚 现在美国好像很多地方在学台湾 所以我说有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 但事实上呢 就像你们问我 可能想说这次拜登自动退选 前面好像又被逼退 换人了 跟我当初这个换柱情形是不是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拜登呢 他是在争取连任 而且他已经在党内赢得了党内的地方的初选 可是他并没有经过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提名 这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当初是用一个抛砖引玉的心态 出来参选呼吁他们所谓的玉啊赶快下来选 但是因为没有人选 所以最后呢我就出来选 也突破了外界所谓的房砖条款 用46点多百分比的这样一个支持度 赢得了这个初选 而且是正式在全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 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这次的拜登的退选呢 他自动退选 实在大爷都很清楚 真的年纪比较大 而且又生病了 那么好像口齿也不太清楚啊 行动各方面都让人觉得对他有点健康上的有点质疑 所以他这次的自动退选 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是已经经过正式提名之后把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做得差不多 当然党内也有声音说希望我能够主动退选 但是我总觉得不合乎程序一切按照程序来谈 但偏偏在国民党里面的一个这个总统的选举提名办法里面没有所谓的撤销提名这四个字 因为完全不合这个程序 所以最后呢 我他们对我的方式是叫做废止提名 就换了个名字 事实上在这个提名办法里面没有所谓的废止提名的四个字 但是在我个人而言呢 我是你们看我那天换柱以后的这个讲话 我的心态是很健康的 我也无所谓的 只要国民党能够赢 那就是无所谓 但是当然很遗憾的 所以我说拜登的主动退选对民主党 好像民主党这次大选举不太可能有赢面 但纵然如此 可对民进党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呢 在我那次换柱好像 事实后来证明 好像对于党内的伤害是有这么一点的 可能还不止一点 那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 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美国的选举 不管他选举结果怎么样 其实都改变不了 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大变化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他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非常挺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剩不到四个月 那拜登台湾就是民主党换人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让川普躺着一个 您觉得这是 就是他一定就是一定胜选了吗 在目前大家普遍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时候现在大概拜登 他们一直到大选大概不是三个月时间吧 那时候在换柱之后也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你这个民主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选出一个足以胜选的 赢得这个胜选的人呢 恐怕是让人家会打问号的 恐怕会比较有所疑虑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事就是这样 但除非有意外的一个结果出现 但我刚才一再强调 不管是这个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以后也好 他推出什么人选择 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 尤其对于这个台湾跟这两岸之间 跟中国大陆两岸之间 大概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想问 因为这个看到川普选择 这个副手都是从中 那他本人确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然后还要跟台湾收保护费 那我们想问的是 连美国跟大陆竞争都很聪明 知道说要保持友好的一面 那台湾还要当他们的心理跟大陆对抗吗 就解决台湾要怎么做 其实我是这次看到这个 尤其看到赖清德在前两天 他们自己的那个党代表大会上讲的那番话 我是替台湾觉得非常的忧心的 今天我们要保持这个台湾 甚至于台海的和平跟安全 我们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回归宪法回归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用这个方式来促进两岸的关系 而且改善两岸的关系 那同时呢 这个真正能够保障我们台湾的安全 跟促进台海的和平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懂得要懂得如何平衡 在这几个这个 这个几方面来讲 都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你看像像这个美国 他少了一个副手 其实他们都仇中的 他最大敌人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川普又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了 他跟这个这个大陆了 很友善了 他在讲两面话 他就讲两面话 所以你看看人家 我们他们一样在打这个反中牌 反这个反中牌 可是呢他又懂得去平衡 两边的平衡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明知台独是不可为的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不替我们台湾的安全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一个安全 尤其是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的未来 来着想 这是今天领导人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